塔香草螺肉 香噴噴 現在來配一杯的啤酒 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寶寶師輕鬆煮來了 今天要學什麼料理 今天要學我們的 塔香草螺肉 很多的館汁 或者是那種啤酒屋夜市都有 我還記得我有一年去台南 逛夜市的時候 特別去吃他們的草螺肉 好好吃喔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螺肉洗乾淨 然後要把它汆燙 汆燙多久呢 大概50秒左右 我們汆燙太久 它就會萎縮 就會變硬 螺肉呢 可以到傳統市場 或者是現在賣場都有在賣 真的加蔥蝦確實嗎 對 去除腥味 大概是一分鐘內 你就要撈起來了 不用等到它滾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量比較多 最主要是說 讓它有一點點溫度 然後再來 去除掉本身的一些雜質 今天炒螺肉啊 有兩個重點 兩個味道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沙茶味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九層塔 炒螺肉都一定要用到沙茶 對 因為螺肉給人家的印象就是 就像海鮮一樣 就會有一點點腥味 所以說會用比較重的味道去壓它 沙茶要炒過它才會香 你像海產店呢 這個油啊 油量要非常多 炒出來才會好吃 在家裡的話 你可以選擇性 油適量就好了 辣椒 加一點點水 然後糖 好 來一點醬油 好 來 我們現在加進去 一定要大火 你沒有大火呢 它一樣會變老 米酒 香油 蔥段 我們用一點點太白粉水 讓這個醬汁啊 能夠巴附在這上面 最後 九層塔 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上桌吧 哇 香噴噴 現在呢 來配一杯的啤酒 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要記得哦 這個呢 在處理這個螺肉啊 有幾個步驟要去注意 第一 我們把它汆燙的時候 只能在30秒到50秒之間 不能汆燙太久 它會過老 再來呢 我們的沙茶 你一定要用小火 慢慢的把它炒開 炒開之後 它的香氣才會出來 然後全程都要用大火 它才不會過老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我們期待下禮拜 再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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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凌晨 螺壽 尤其啊 在那個 路邊攤 他們就是有那個快速爐 他們都會炒到著火 就是人家說的鍋器 好 炒高麗菜也是一樣 都有鍋器 就有一股那種煙燻的感覺 那超香超好吃的